这一讲我们来说说孔子是怎么当老师的 子曰有教无类 类即类别 在孔子之前所有的学校都是官府办的 只有贵族才能够进学校学习 普通百姓的孩子就只能眼巴巴的望着 而孔子打破了这个局面 他自己办了一个学校 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观念 不分贵贱贫富质余 只要肯拿十条肉干作为见面礼 就可以拜孔子为老师 言回穷的叮当响 子路是个武夫 子贡是个商人 龚野长还坐过牢 都成功的败入了孔门 那孔子是怎么教育学生的 第一 因才师教 这些学生个性相逸 有的耿直 有的迟钝 有的偏激 有的鲁莽 当然要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了 子路问 文思行诸 子曰有父兄在 如之何其文思行之 然有问 文思行诸 子曰 文思行之 文 听到 行 行动 同一个问题 孔子给了不同的学生 不同的答案 子路来问老师 听到一个道理 就应该立刻付出行动吗 孔子知道他非常鲁莽 便回答道 父亲兄弟都健在 怎么能听到一个道理 就立即行动呢 要先询问他们才对 不久 然有也过来问了 听到一个道理 就要立即付出行动吗 孔子知道 然有行事 非常犹豫 就鼓励他说 对 明白了道理 就应该立刻去做 你看 孔子多么懂得 因才师教啊 那他最注重学生的是什么呢 第二 品德修养 高于一切 子曰 君子顾穷 小人穷思滥矣 顾 安守的意思 烂则是放肆 有一次 孔子和学生 被困在了两国边境 跟着他的学生 都饿病了 大家一筹莫展 急躁起来 孔子便教导大家 要坚守道德礼仪 君子会穷得吃不上饭 但有德行的君子 能够安于贫困 小人贫困 就会盗窃抢劫 胡作非为 因此 安贫乐道 好学懂理的言回 便常常受到 孔子的称赞了 闲灾回也 一丹食 一瓢饮 居漏象 人不堪其拥 而回不改其乐 闲灾回也 丹 穷人家 成饭的竹筒 盐回家里贫困 住在破败的漏象 吃饭的时候 只有一桶 简陋的食物 和一瓢清水 别人都受不了 这种贫苦 而盐回 却其乐融融 丢下饭碗 就认真读书 所以 孔子称赞他 贤德 让弟子们 一起向他学习 有了好的品德修养 之后 就是教文化知识了 孔子 从古代的文化典籍中 精心选出了 诗 书 礼 义 春秋 五部经典 让学生去研读 后来 儒家弟子 将其统称为 武经 世代传习 孔子精心培养了弟子 希望他们有 良好的品德 广博的学识 再去治国安天下 最终 盐回成就了高尚的品德 子贡 成为了杰出的外交家 曾深 则成为了大学问家 子路 最后则为 护卫主人 而英勇战死 临死之际 还不忘礼仪 扶正了头上的帽子 也算不负 孔子的期望了吧 这一讲 就先讲到这 大家快去答题 抢金币吧